春节期间民众外出走春 但是连牛也在走春吗 台南有民众在暗南区 发现了这只黑色的水牛 在路上闲晃 但是妨碍交通 所以立刻报警 警方找不到施主 只好先把水牛带回派出所 当起了木桶轮流喂养 而第一次捡到水牛 也让袁锦孝说 希望水牛就像春牛一般 在新的一年带来好运 水牛一口接一口 开心吃木草 往旁边一看 拿着木草在喂的 不是农夫 而是玻璃市大人 靠近一点 因为他的鼻子拉到 玻璃市大人一秒变木桶 过年期间 警察斜杠养牛 开启新技能 原来大年初三 有民众在暗南区 公学路和海电路 发现这只黑色水牛 大街闲晃 妨碍交通 马上报警处理 警方研判 可能是其他地区走失牛只 一时半刻也找不到施主 只好先带回警局 将该牛只暂时安置在派出所内 并由严谨轮流照顾 捡过各种失误 还是第一次捡到牛 警局成了另类牧场 好在民众送来牧草 解决水牛三餐 养了两天一夜 依旧没有施主任领 最后只好交给动保处 通报动保处 由动保处人员将水牛运走 便安置在柳营区老牛的家 等待水牛主任前来任领 民众过年走春 牛也走春进了警局 这项特殊勤务 让原警笑说 希望水牛像春牛新的一年带来好运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